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激情全力 动感节奏 我有我的感受 刷新生活圈 开始新一天 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来到 有关注白内障 关注眼健康的沙普艾斯 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 欢迎您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入生活圈 全面参与为您准备的 精彩互动 就在这里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很多家长可能不会留意 我们平时吃的零食袋里 有一样东西会爆炸 零食袋里的东西会爆炸 没错 前几天 山东危海的一个小男孩 就是因为爆炸 右眼失明了 画面中 这个威力巨大的炸弹原材料 正是伤害男孩的元凶 食品包装袋里 常见的干燥剂 前几日 山东的一个五岁男孩 在吃完一袋海苔后 误以为包装袋内的干燥剂袋 是吹泡泡用的 男孩将干燥剂 倒入瓶中 兑上水 准备吹泡泡玩 不料发生了爆炸 男孩的右眼 因爆炸剑上的碱性液体腐蚀 右眼永久性失明 干燥剂呢 它的主要成分是生石灰 也就是我们化学中通常讲的氧化钙 这个氧化钙呢 跟水会发生反应 这个反应会生成轻氧化钙 那么这个反应呢 会放出大量的热 而且反应非常剧烈 随后记者进行了试验 将塑料瓶里放了三分之一的氧化钙 两分钟后 随着一股热气喷出 瓶子完全拉长变形 之后记者又往塑料瓶里放入二分之一的氧化钙 结果不到一分钟 塑料瓶爆炸了 干燥剂多用于小食品包装袋内 儿童日常生活接触频繁 家长买了零食之后 要将干燥剂及时扔掉 若不慎接触干燥剂 应用清水冲洗降低浓度 若误食干燥剂 应立即口服牛奶或水 严重情况下要立即送医 春暖花开 风筝飘 又到了放风筝的季节 可是你知道吗 看似漂亮美丽在空中飞舞的风筝 其实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近几年只有出现了不少划过的风筝 割破喉咙导致死亡的事件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一名骑着摩托车飞车的男子 突然被风筝线拦住 瞬间就被割破喉咙 这样的画面可不只是出现在影视剧中 31岁的唐先生躺在医院里 颈部缠满了厚厚的纱布 根本无法说话 而唐先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 竟然和影视剧里一模一样 要去车子回家一样 就走着路 要不晓得那种风筝量掉下去 就把精子给它掏了 掏了就这样子 就把精子给它垒破了 就把手已经垒了 在沿上班接到急诊口的电话 就下去了 你们看到当时后部 打开一个13公分上的一个口子 用同时的论话说 就是后部已经完全开放了 它出气就通过这个地方出 当时我们看到 我们马上就在收拾一些 跟猪二两个一起 大概就用了三个多小时 先把它封活了 风筝商人事件频发 风筝越做越大 线材也是越做越好 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 前不久广东佛山的梁先生 在骑摩托车时 也遭到了风筝线的暗算 由于线特别的气 瞬间惨遭所吼 当他脱下外套时 脖子上造成的伤口 让人看着不寒而栗 当时是很痛的 而且很突然的 有东西传着 风筝线有很多的种类 这些线都具有很高强度和韧性 它们甚至可以承受几十公斤的强度 通过实际实验发现 风筝线轻松就能将猪肉割破 并且是好几厘米的口子 同时把香蕉和尖刃的苹果 轻轻放在风筝线上 轻而易举的就能割破 由于速度很快 横切面就好比被刀割过 实验中采用的风筝线还是市面上最普通廉价的风筝线 如果是更为坚韧的材质 风力程度几乎跟刀片一样 如果在风筝线比较坚韧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这个力可以达到几十到一百斤 万一不慎被风筝线刮到了 或者碰到风筝线 这个时候要尽快地把它分开 避免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最近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接连做了两台特殊的开颅手术 医生分别从两名患者的脑部 取出了两条十多厘米长的寄生虫 而两名患者还是远亲关系 那么这些寄生虫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它们的体内 近几年广西吴州腾县的吴女士 一直被一种奇怪的症状困扰着 经检查 医生发现患者脑部有个肿块 在为她进行开颅手术时 眼前的一幕却让大夫惊呆了 一个白色的长条样的 一个发亮的东西 大概有十个公分长 很细长条样的一个虫体 时隔不久 吴女士的远亲小鹏 被家长带到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检查 手术时医生也从她的脑部 取出了一条类似的白色虫子 经检查 这两条虫子都是猎头幼寄生虫 在幼虫阶段 它可以到我们身体的一个相关的脏器 比如说头颅 还有一些眼睛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脏器 那么这些猎头幼寄生虫 是怎么进入到患者体内的呢 据家人回忆 吴女士曾经听信过一个偏方 用生青蛙治疗牙疼 医生这才弄明白 原来生青蛙体内含有感染幼虫 通过患者嘴巴进入人体 并随血液游走到脑部 逐渐长大后 引发头痛癫痫 并经严重的很可能危及生命 看看啊 这所谓的偏方可真够坑人的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偏方的事 像女医名妃传 米月传真还传 大家都看过吧 对都是非常火的 制作很精良的这个古装连续剧啊 可以说都是败制人口啊 但你注意到没有 这些古装剧里 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宫廷秘方 对啊 很多的就是什么 那个太医 给各小主们开的各种药方 治疗各种疾病 不过啊 这看古装剧毕竟是个戏 各位 里面的各种药方 咱看看热闹 当个戏文听就行了 千万不能当真 这不 武汉的一位女观众 就当真了 前段时间 武汉的一名女观众 就因为看古装剧入戏太深 人流的时候 居然自己给自己开启了药方 要求医生给自己开具 弹竹叶 也就是碎骨子来进行人流 这弹竹叶碎骨子到底是啥呢 弹竹叶 性刚淡寒 平日扶植 轻热里尿 燃孕妇扶植 更具大胎花胎之效 原来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药方 这靠谱吗 弹竹叶呢 在我们中医记载的话呢 它也称为竹叶 实际上呢 它就是竹子的叶 这个药呢 它是胃弹 干寒的药物 它具有清新除烦的作用 所以呢 对于一些孕妇来说呢 她出现 妊娠期间出现心烦 口渴 吸引这种症状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这个弹竹叶来清新区凡 然后退热 所以呢 这个药呢 没有具有滑胎的作用 而在古装剧的宫斗情节中 使人滑胎还不算极致 如果服用了某些药材 更是能造成终生不育 红花其实是我们妇科常用的一味药 它主要具有活血通经 然后止痛的作用 在一些现在的文献记载呢 还有一定的粗排卵的作用 所以呢 对于不孕不育的病人来说呢 我们经常在排卵期的时候 用红花来活血趋瘀 促进它排卵 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红花并没有导致 不孕不育的这种作用 看来这编剧 真是彻底用反了 这红花效瓦 而怀孕只是古装剧中的 一类常见情节 可以解读的救命神药 更是永恒不变的桥段 像什么病都会看 什么药都认识的 米月就经常自己给自己看 他们是土芙林 你若能挖出他们的根茎 或许还能救回一命 剧中 米月不知身中合毒 随即拿土芙林来解毒 并且将刚采来的土芙林 直接服用 显然 这都是剧情需要啊 那实际上 土芙林真的可以用来解毒吗 本草纲目中有记载说 土芙林可以减 拱毒 现在文献上呢 发现呢 土芙林呢 它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药物毒性的 它可以导致肝肾损伤 所以呢 土芙林不适宜长期使用 而且呢 土芙林在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炮制 除了上述这两部 深入人心的古装剧以外 近期正在热播的 《女医名飞传》中出现的一段情节 更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配了这么半天的药 当然是要给它吃了 不行 这里面又是指甲 又是鸟粪 还有蚯蚓 怎么让 怎么能让它吃啊 怎么不能让它吃 剧情中 送饭的罗大娘告诉女医允贤 用人指尖磨成粉 加上麻雀屎和蚯蚓 放入青粥中搅拌均匀 一并让病人服下 就会治病 这个让人难以下咽的药 难道可以治病吗 麻雀粪 还有这个指甲粉的话 现在都不用了 因为肯定它的疗效 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逐渐也被人淘汰了 然后另外 它这些也不伪生 蚯蚓这个药 在现在临床上还经常用 具有活血通落的作用 在内科来说 它具有平喘的作用 但是没有活着用的 一般我们都是还是炮制 就像《女医名飞传》 片头提示中所说 本剧中所 医药方剂为剧情情景所需 请勿尝试模仿一样 古装剧中提及的各种药方 食方 有些因为剧情需要而夸张处理 有些也存在完全不正确的可能 因而医生特别提醒 药都是要根据它的症状 然后它的疾病的病因病激 来进行辩证论治使用的 而单纯的看到电视剧上 这些经验方或者民间的一些方子 没有经过考证的话 擅自用的话是非常不安全的 常常可以导致一些副作用 甚至有的人可能会中毒 所以不要模仿这些电视剧上的 这些方药 如果有疾病的话 还是应该到医院来正规的 找大夫来看 常吃玉米粒 对降低血压血脂 维护心脑血管健康 有着良好的功效 可是包玉米粒这件事 却不是那么好操作的 今天的点赞视频 为大家带来了小妙招 如何巧包玉米粒 我们一块来看看 首先将叉子纵向插入 玉米粒和玉米芯的缝隙 插入一定程度后 向上抬起插饼 叉子上的玉米粒 就会随之掉下 之后只要一直重复这个步骤 玉米粒就会完整地 从玉米芯上剥落下来 将叉子纵向插入 玉米粒和玉米芯的缝隙 插入一定程度后 向上抬起插饼 叉子上的玉米粒 就会随之掉下 之后只要一直重复这个步骤 玉米粒就会完整地 从玉米芯上剥落下来 这样剥玉米手不会疼 还节省时间 适用于生玉米 熟玉米和糯玉米 原来一把叉子就可以轻松地剥掉玉米粒 举一反三 这个方法还可以给其他的瓜果厨子 像是苦瓜 冬瓜 南瓜什么的 只要是瓜 大家不妨都试一试 接下来的点赞视频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又快捷的小妙招 非常的实用 那就是如何一招快速清洗我们的微波炉 将柠檬洗净之后 对半切放在一个碗中 中火微波加热两分钟 这个时候打开微波炉就会发现 内部已经充满水蒸汽 用纸巾或者抹布将水蒸汽擦干 即可以完成微波炉的清洁 时尚老太来到现场 我七十五岁老太太也来跳 达人自编家庭舞步 针对身体薄弱环节 左擦擦 右擦擦 看七寻老太如何舞出精彩人生 激情全力 动感节奏 我有我的感受 这个老太有点怪 时髦的发型 动感的舞步 退休后开始追逐时尚的脚步 年过七十却从未落伍 玩跑酷 拍大片 玩摇滚 哼Rap 大家最爱的还是街舞 哦 电视剧就是个人的 an人为了 永统惨 离不准备 音乐 继续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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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your love and all your revenge You and me could run a better romance I want your love and all your love and revenge You and me could run a better romance Calling and better romance Calling and better roman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街舞不只是年轻人跳 我七十五岁老太太也来跳 老人家跳黑泡不要觉得害怕 睁大眼睛看我这里让我给你惊喜 激情全力动感节奏 我有我的感受 跟我唱跟我跳 全世界跟我一起叫 欢迎舞英老师舞英阿姨 我五年前的时候 跟舞英阿姨做过一期节目 我告诉大家吧 那个时候您就是七十岁吗 对吧 对对对 到现在真的我看到阿姨 没有任何的变化 发型没有变 耳环没有变 这个脸也没有变 就是整个体型也保持得很好 这个精气神还是像以前一样 一点变化都没有 夸奖了夸奖了 爆炸头哈伦库 活力四射的嘻哈风 七十五岁的舞英 用街舞寻找年轻的感觉 保持年轻的心态 而这个年过古兮的老泰 究竟为何情迷皆舞 你看我这个性格 非常地爽 非常地爽 而且还愿意挑战自我 虽然舞英现在打扮前卫 但她之前给人的印象 并不是如此 舞英退休前是北京市 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每天穿着蓝色大褂 上班下班 几十年来 舞英一直保持着 贤淑传统的女性形象 你觉得街舞怎么就好了吗 怎么就吸引你了呢 我就感觉街舞 你看她的动作 你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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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你看她的动作特别快 不像说是毛肿舞 几个八拍 阿姨我也会跳 对 就是节奏比较慢 这个就适合比我更老一点的人 明白 阿姨是这样 咱们中国人古时候讲叫 三十不学艺 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 我们可能不学一个新鲜的东西了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学的街舞 对 我是从 03年 看到中国首届街舞大赛 咱算一下 那年是03年 03年也就是当年您是63岁 63岁第一次看到街舞 当时的反应是喜欢 关键是喜欢完了您想学 喜欢完了我一想 我一看他们上的组合是五个人 我说不行 为什么没有老年人 为什么老年人不能占领一席之位 为什么老年人也要占领这个舞台 也要走年轻人的路 所以呢我就这样去组织这个老年街舞队了 您还不是自己跳 不是我刚开始说我想组织五个人 就可以适宜组合了 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更气势一些 更庞大一些 舞婴从2004年开始组建街舞队 想寻找同样热爱街舞的姐妹们 感受着快乐 体验着年轻的感觉 可是半年过去了 街舞队的成员还不到五个人 在组建的过程中 引来了不少异样的眼光 问您好组吗 不好组啊 这打扮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啊 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打扮 我就去走遍全北京城去 组织这个五个人 没想到半年都没组织起来 你猜他们说什么 跳什么 街舞 街舞 看看你 我们街舞特别酷啊 这街舞是你跳的吗 那你多多岁数了 我六十二 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三 我锻炼身体啊咱们一起 你省省吧 这街舞都是街头无济于事的孩子 都是街头那小混混跳的 你跳街舞你还活几天 都这么说 您就扭扭秧根 公园里溜达溜达就行了 说实话阿姨 我们要是孩子的话也有点这么琢磨 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同龄人这么说 其实可能还可以理解吧 是吧 我觉得可能别人外人可能他不太了解您 家里人呢 家里人支持您吗 家里人更蒙题了 我们这女儿说了 妈您每天都挺高兴的 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寡言呢 就是这么独青苗的 后来我说 我当时想 我说是说是不说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呢 后来我就想说说吧 我说万一能够得到点安慰 我说我想在外面组织一个街舞队 什么样跳街舞 你组织街舞队 这街舞是你跳的吗 这倒不错啊 外面跳的是小混混 这回我们家又出个老混混 喝 就这么说的 我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好 我活了 我说家了外面 你们都反对我 是不是 这回我还告诉你 我还非跳不可 我这回还就一江慎勇追穷后 不可孤名学霸我 我还非要跳起来了 我说就 我说行 那行 你不是非要跳吗 那以后出去 你别跟我一块出去啊 我说怎么了 我先丢人 我先现眼 我先不好看 对我脸上没光 我说那好 我说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俩脱离关系 你走你的光明路 我走我的东西 就闹到那么严重的地方了吗 和闺女就为了跳街舞这事 这话都说出来了 后来我说 他说行 脱离关系 走脱离关系 话咱话 好 我说那我就走 我跟你说 因为妈妈和女儿的性格 往往特别相像 对啊 两个人都这么掐起来 就没法收场 没法收场了 谁都不愿意 冷静一下 他也不想让位 我呢就已经逼在这儿了 我也没办法 家的外头都反对我 我就打着背包 我就走了 女儿反对妈妈跳街舞 就是因为街舞节奏太快 动作太激烈 怕伤到母亲的身体 可究竟又是什么原因 让女儿从曾经的坚决反对 到如今舞台上的金牌搭档 女儿的心理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发生了改变 今天你女儿也来到我们县坎了 不是女儿 是小混混 她不是说我是老混混吗 现在她也发生了小混混 那您来请她吧 这回是老混混 请小混混 一块上台 欢迎我们欢迎 吴鸦姨的女儿 她走了呢 因为你想就是母女怜心嘛 怎么心里也是不舒服的 本来呢是想呢 给她点阻力 让她就断了这个念想 谁知道她 那么坚决 这个是她的性格 所以她一走了 我心头也是一凉 就得反思一下了 后来就给妈妈找回来了 我就买了好多好吃的 回去 就给哄好了 对 我得认错 菜子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您今年是75 对吧 阿姨 对对对 但是这个您的闺女 看着特别年轻 这都是归功于我妈的功劳 我今年也快五十岁了 是不是也给你们这个运动 或者说这到处去演出 然后每天都有新的盼头 和新的这种爱好有关系 有关系 对 有一颗高高兴兴的心 你不是刚开始觉得 我们这不高大像吗 你看我现在好像是挺年轻的 其实那个时候不是 我受到刺激了 我跟我妈一块上街 去买衣服或者是逛店的时候 人家就说 跟我母亲说 您带着你们家邻居来的 以为是姐妹 对呀 或者说 这个是你妹妹呀 真受刺 所以一定得给我描述一下 在你的眼里 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母亲是一个非常开朗的 非常积极向上的 然后组织了街舞队之后 想的心非常细 为大家想的也是很周到的 我觉得特别棒 你知道吗 我看她们母女 我觉得特别开心 是为什么呢 一般的母女可能是说 我照顾妈妈 我跟妈妈聊聊知心话 关心一下她的身体 而她是在陪着妈妈 一起在做一件 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事情 很棒啊 一起去花时间 经营这套爱好 这很幸福 太棒了 王阿姨 您一定得说说 刚才这个您的女儿啊 她已经决定练舞之后 那个时候您的心情什么样 要跟着您一块练 开始的时候呢 她特别反对 后来呢 因为我有了一次大型的演出 就是缺人 我就这个时候呢 我想试试她吧 我说看她能不能参加 因为人家选我们的队呢 说我们的人少 后来我就把这个问题 跟她说了 我说这个大舞台呢 也是妈妈梦寐以求 想上的 好多人都想上 我说但是那个 人家考验了我们呢 说我们的人缘少 我想你能不能 助一榜之力 我认为她呢 肯定的要 说个步啊 或者拿个糖啊 没想到她很爽的 一口就答应了 还挺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原因是什么呢 闹了半天 她在这个之前 她的心里头已经很多 已经有变化了 她看我的精神状态 我的身体啊 再加上跟一块出去啊 人家都认为是什么姐妹了 一看我 好出去坐车 我都不坐 完了她坐一会儿 不行我得坐会儿 我累了 她都是这样的 所以她一看我呢 这个运动呢 还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这样呢 后来她就答应了 她说那行 妈妈你就教我吧 每天晚你教我几个八拍 因为她学舞学的还是挺快 她也是有一定基础 原来也是学国标的 拉丁舞的 她是属于是 所以这样 她就步入了我们这个 老年街舞这里面 但是一来了之后 就不可收拾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头 她刚才你们也看了 她跳得最活跃 因为她身上有舞蹈的基础 另外她展现力也非常好 所以呢 这次在这里头呢 她在我们那个班子里头吧 她能够给我们增加光彩 增加亮丽 所以说我刚刚说的 就是妈妈和女儿 志同道合 这种是特别好的 特别美好的一种母女的感情 谢谢 谢谢您 一会儿我们在这个台下 继续看妈妈的精彩表演 好吧 您这个标志就是街舞 平时还有一些什么 别的爱好吗 我听说您还不止是这些呢 对 因为我是什么呢 你看我有一个绕口粒 就是玩的是跑酷 耍的是双跌 跳的是街舞 嘴里哼的是腕 逛的是IT 买的是欧白欧穿的是限量版 我是非常潮的人 我要走年轻人的路 让年轻人无路可走 我如果能立即避充上 我的仅仅买的 你们这些好 咱们在搞好 《乖时还要停》 就会让我无意 我们就是潮到 在那里面 我刚刚找他 你们装ata 我刚刚看 在这个地方 我没想到 怎么拍怎么开 你心间你心下来 飞你走给我去 我去去去 走啊 太棒了 太牛了 娃姨你是我的偶像 太棒了 来娃姨 这个照片是谁 这个照片是世界的一个文化杂志 叫卡拉斯 完了是意大利跟我联系的 派了一个英国的摄影师来拍摄的 我们是在七九八 对 吴阿姨这个还有一件事 我真的不敢相信 就是刚才您在这个rap时候说 自己还可以跑酷 对 这个跑酷啊 我想可能叔叔阿姨不一定非常熟悉 我们给大家介绍 就是应该说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会借用任何的外力的情况下 身体做的一些很极限的动作 对 废墟一片 然后在那里面奔跑 跳跃 奔跑 跳跃 跨跃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不被困难所困住 不被障碍所障碍 但是跑酷对年轻人来讲都非常难 您可以吗 虽然说这个精神 刚刚您说的 是很值得我们向往和挑战的 但是跑酷非常危险的一项运动 对 危险性很高的一项运动 你怎么就想着要去尝试 你没想着我这 万一这个有什么事 这就伤害自己了吗 我就想 人生一世 什么要都尝一尝嘛 同管苦辣三成年节 所以说是就即便是困难的话 也要尝尝那个苦的滋味 酸辣的滋味 不要光去想着甜 所以我在跑酷的时候呢 是跑了两年 跑了两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跑到什么程度呢 就可以在三层楼的那个小墙头上 哇转着跑 就那墙头上 另外呢还可以爬 就是原来咱们外头有那个大烟通 不都有那个梯子嘛 能够从底下梯子 爬到顶峰 从顶峰再下来 就是冬天更热的那天 多吓人啊 对对对 太高了 但是那个呢是很危险的 万一它那个铁的那个 那个把手要是空了 所以就容易出现危险 后来就是走那个 跑那个河沟的时候 它是要平衡 腿撑着这个 这边这个墙 手撑着这边墙 这俩腿倒着走 结果倒倒倒一下 倒了之后呢 把我这个手呢给扭伤了 就严重吗 严重吗 严重就折了 通折 就通折了 折了就是 对手就折了 现在我这手是属于折的 但是呢也接上了啊 现在会儿没什么大碍 但是吃劲来说呢 就不入这右腕子去 所以呢奉劝呢 就是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呢 要想运动的话呢 还是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 投入健身了 你身体受益了 你身体好了 儿女们呢就不担心了 儿女们也高兴了 一看我妈身体非常强重 吃麻麻香 吃得饱睡得着 严谣啊 您既然这样说 大家都要出来锻炼 对 您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 安全啊 首先是 然后呢 大家力所能及 有效的这种健身方法 能够让大家也像您一样 永远保持 领着老太太们学街舞 舞婴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她抛开 倒立在地上转圈 单手撑地身体45度悬空 等高难度动作 把基本练习 融入到日常生活的过程中 自编了一套 家庭快乐五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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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就是既能搞了家务 又能建了身体 而且呢 又使你的身体呢 协调性灵活度啊 什么肩啦 腿啦 还有腰啦 都可以呢 得到锻炼 阿姨 我们现场有很多阿姨 想跟你一起学 好不好 那好啊 我们选一个阿姨上来 跟你一起学一学 我们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慢慢来教她 好 我们欢迎这位阿姨 跟我们来学一学 好不好 来 欢迎您阿姨 现在呢 五音老师 这是老师了啊 要教我们学家庭快乐 健身操 五步健身操 擦玻璃动作呢 咱们先讲讲它的要领 好 因为咱们老年人 都是容易颈椎啊 肩周炎啊 都是疼痛啊 或者时间久了 不爱动活啊 它就粘连了 或者是比较僵硬了 所以咱们这回呢 我编的这个擦玻璃呢 主要就是置这两项 一个是脖子 就是颈椎 一个呢是尖 这是针对着这两项 太好了 但是其他的地儿呢 也是辅助一个 全身的协调性 好 带着自然运动 怎么做的 咱们怎么做啊 年轻人也可以学 踏玻璃啊 来 开始 五六七八 左擦擦 右擦擦 左擦擦 右擦擦 你看它擦的时候 你把这脖子动一下 您那脖子 我们不会那么动 不会动 不会动你 擦擦擦 这样就行吧 擦擦擦 怎么动都行 反正就总归动了 要动起来 你不动强 明白了 但是最好的动作 是这么动 是吧 最好的动作 我が dirga imping 我还有实ours 我爱你 我爱你 梀 insulation 我女人 你爱你 我来 这 don'tいます הת到 begrud 右擦擦 左擦擦 右擦擦 上擦擦 下擦擦 转过来 再擦擦 对 就是这样 就是老是动脖子 这个呢 就转过来的这一擦呢 就属于街舞里头呢 是卫舞 对 卫舞 它那脖子你看 有个劲 就是那个劲 所以就擦擦擦 擦擦擦 脖子 擦擦 擦擦 对 没事 您这也不会动 你这 坐擦擦 擦擦 坐擦擦 擦擦 坐擦擦 也可以 我发现了一个要点 就是这个擦玻璃 脖子在动 全身其实都在扭 都在扭 其实那才是协调的 就是脖子在动 其实肩膀要跟着这个在动 其实我们的腰椎也在动 也在动 这样的话 就全身都得到了一个断力 对 谢谢你 谢谢你 王阿姨 接下来我们要学什么动作呢 擦地 擦地 我们也在一起一个阿姨上来 跟你一起 好的 好的 咱在家里天天的擦擦地 擦地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练这个腿脚 因为咱们老年人嘛 要老先老腿 是 是不是 对 一腿就开始走不动了 腿疼了 哎呦 我这俩腿跟棍子的似的 我这俩膝盖不行了 对 老年人都是有这种现象 没错 但您今天这擦地 肯定不是简单地走 擦地不是简单地走 但是呢 大家要是跳的话 也都能力所能力 拿着拖帽 拖帽走啊 脚要 左擦擦呀 擦擦擦 右擦擦呀 再擦擦 转一个圈 转 转一个圈 擦擦擦擦 能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手和脚还开开了来学 好不好 然后我觉得动作呢 可以做得大一点 让大家能够锻炼 做到位 快张一些 就够了 推过去 拉过来 推过去 拉过来 推过去 拉过来 我发现了 这个重心啊 不断在动 对 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说前后脚一直在动 但是这个手呢 也跟着走 擦擦吗 您说这个拔盒 我一下就明白了 这个是最好 阿姨 您把阿姨合我们看 往前送 往回来 对 往前送 往回来 对对对 是不是 擦擦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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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完了 该在这边了 擦擦擦 我知道了 其实我们五阿姨这动作 为什么叫快乐 你真的有快乐两个字 对对对 可能动作并不是说 像我们平时说的什么 撑筋的动作 那么的夸张 那么的规范 但是是带给大家一种 快乐的运动感觉 对对对 就是在家务的时候 对 我能够带来快乐的运动感觉 你省得枯燥乏味 这还可以促成你 身体上的血液循环 对 这样血液循环了 你感觉就有点 那个情绪啊 危憾了 高了 高兴了 笑口常开了 会给你带来一系列的 无穷的乐趣 五阿姨 你看我们这个 玻璃也擦干净了 地也擦干净了 我们还能干点什么活啊 咱们每个人是冬天也好 是夏天也好 要经常洗个澡吧 洗个澡 大家都现在都挺讲究卫生的 对 是不是啊 但那洗澡当中 咱们也找乐趣啊 洗澡咱们就可以是 动动肩啊 动动胯啊 刚才我说这个呢 一个是练肩 练颈颈椎 刚才的擦地呢 是练的腿脚 对 这个呢 咱们就是练的腰胯 腰胯 针对我们的腰椎 腰椎啊 对啊 腰胯 你看咱们要是 对 看看是不是找一个阿姨 谁还愿意再来学一学 我们再找一个阿姨来学一学啊 好 好 来欢迎你 你好 这大姐了吧 这年轻啊 来来来 来来来 洗澡 拿着个猫肩 擦擦擦擦 擦擦擦 太可爱了 这个脸呢 都是腰胯 腰胯 还可以 上下擦 还可以 就是属于是 擦擦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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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擦擦 擦擦擦擦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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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aped 太可愛了 全都是練得去腰胯 而且這個動作不一定是說 我們一定要在洗澡的時候 才能練 其實我們經常看電視啊 什麼時候就這麼看著 對就是扭一扭特別好 對 看電視也可以 其他情人就可以扭一扭就行了 對 然後手指 attach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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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插完右边插 右边插完左边插 其实中老年不一定适合运动量大 像五云老师 因为她身体状况 她人的状态 她可以承担这种大运动量 电视机前的时候 阿姨这些动作学会之后 我们就慢慢来 对对对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一点来 一点一点来 因为其实五云老师在告诉 每一个现在正在生活工作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困难的人 在任何一个年龄 在任何一个人生的阶段 都要追求自己想要的 对 什么时候都不晚 关键就看 你的心有没有老 人永远都不会老 是的 那五云老师这种快乐的指挪学 其实已经感染了很多人 也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有一个视频 我们让大家一起来 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是那个湖北来的 光西来的 菲西来的 重庆来的 我是天津来的 坐高铁 29分钟 I'm from 黑龙町郎 I'm an English teacher I have seen 因为我以前心里有点愚昧 自从进到节目的以后 感觉自己还年轻了 对着我呢 140岁 我现在110岁 我还是癌症患者 就让我每天每天 就生命最可贵 所以说呢 让我还精神有依托 很像我都还蛮厉害的 视频里的这些 生活中的都是 我们孩子们的姥姥 奶奶 在里面都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那么高兴 而且都是从五湖四海 四面八方 全国各地来的 您觉得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我感觉 他们上我这来 第一让他们青春 第二让他们快乐 让他们高兴 今天啊 刚才视频中的一位 也是跟您很多年的 一位老的五友 对 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直跟着我 特别忠诚 特别地坚持 一直到了今天 太好了 我们来欢迎这位阿姨 也是刚刚跟我们开场的时候 献出精彩表演的阿姨 好了 阿姨您给我们大家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潘泰芝 今年已经六十五岁 我跟吴老师学街舞 有五年了 喜欢街舞吗 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 练了街舞生活 有什么样的变化 退休以后 就到北京来带孙子 就是那时候 也是刚六十岁 然后就是一带孙子 你抱着孙子 你就觉得手疼 手疼 就抱一个小时 你就觉得受不了了 但是没办法 孩子要带 到了 孙子有三岁 上幼儿园了 我也是无意中 在电视上看到 吴老师的一个采访 看到他七十多岁了 当时也是七十岁 我想想他那么年纪 那么大了 他那么活跃 然后我就试着 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我能不能也去学一学 然后吴老师说 你来来来欢迎欢迎 我说我还是外地的 我能不能接受教我 他说可以 我们五福师海都有 然后就来了 很好 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一来了就收不住了 我告诉你我当时的情况吧 因为到了六十岁 肯定会身体有很多不舒服的 我医院检查就是 退行性的骨关节炎 这个胯还有膝盖 都是和曾生啊或者什么 反正都是老疼 曾经是儿子背着上医院去看 然后跳街舞以后呢 就慢慢地慢慢地 好像那个感觉没有了 刚开始也会有 但是想想吧 做什么事都得坚持吧 然后就试着学 慢慢学 好 一学一学下来 现在那么多年了 我学了五六年 基本上没办法 跟吴老师学街舞 坚持下来还有一个原因 吴老师这个人 给我们的那个精神的力量 是我没有办法来怎么表达 就是说呢 看到他 他就是我们老年人的榜样 虽然说现在因为那个场地没有 但是我自己在家 也还得自己练 吴老师也经常打电话 你别忘了啊 还是要学啊 我想想 动一动和不动 还是有区别的 特别跳街舞 都是全身的活动吧 谢谢 谢谢您 也祝您身体健康 你看 今天我相信 有很多的人 看了节目之后 可能也被您的情绪 所感染 所带动了 大家就能够传递这种健康 今天呢 特别开心啊 我们的吴老师 来到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他的快乐的人生哲学 实际上任何时候都不完 只要你的心不老 你将永远拥有青春的状态 就像我们美丽的吴英老师一样 如果今天您还想继续学习 我们的家务快乐舞步操的做法 没关系 只要扫盘平常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有独特的生活技巧 或者精彩的运动紧囊 或者是说 这种良好的正能量的 收获态度的话 也欢迎大家通过 我们屏幕上联系方式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分享您的生活指挥 感谢您收藏由关注白天上 关注眼健康的沙普艾斯 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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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